謝謝主持人 先來講 可見這個議題相當冷門 所以你的註冰不夠 但講會很輕鬆 因為這個議題呢 其實出了很大的差錯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先介紹一下 我是Paul Riu 然後我是從2010年開始 我是Date and Evarator 那我目前在林浩宏的時候 所以我是林浩宏JMNF 那呢 我也是一個層次有完體的實踐者 所以呢 我只按雙Date and Man 我絕對不用Country 也不用Nav3 所以各位知道 我以前我生活非常痛苦 因為各位呢 可能來再用一些Nav3的軟體 在做射手的 我就沒有 那我沒有的話 當然就有點自己寫 這就是我的風格 那怎麼自己寫呢 其實我有非常非常多的 逆向工程的計畫 沒辦法 對吧 就像我講的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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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向工程是最後一個最難賣法 因為它非常的花時間 各位要想 你要一向工程 那你除了要花時間研究別的軟體之外 你還要再花 跟人家開發這個軟體同樣子 去開發這個軟體 而且呢 最後你知道其實也只是跟別人一樣東西了 其實 可以等於說呢 其實 不太有什麼創新或什麼東西 第二個呢 也不見得每次都會成功 有的時候呢 一向工程最需要就是靠運氣 有時候突然 欸 腦心靈光一閃 就解掉 如果腦心靈光不閃的話 一兩年 常常都解不出來 那所以呢 我就稍微介紹 介紹我一些 之前的立向工程的計畫 給各位看看 給各位感受一下 為什麼呢 這是一個很不好的東西 這個是一個舌端寫的計畫 就是呢 很久以前呢 政府委託了民間 某個民間公司 台灣的 要開發一個叫做 Portempo的formate 叫做WDL 各位可能聽懂沒聽過 因為他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東西 那他到 他也確實是Portempo的 因為那個公司呢 提供了 Windows的Reader 也提供了 Linus的Reader 也提供了Mac的Reader 所以他確實是Portempo 可是他不是open source 他甚至也不是open formate 我曾經寄信給他們說 可以提供這個 W格式的這個 Spec 我怎麼讓我們可以製作 但那些公司 完全不了我 所以呢 就開始了這個 Reverse Engineering的計畫 各位可以看到 又再講 我有什麼就是 好這個App 這個App在那邊中 還有 你還可以裝 但是 很可惜的是呢 你看 我花了一年的時間去解 為什麼 因為這個格式 就是 我們一開始把它打開來的時候 嗯 其實最開始發現的是 基丹林那個 他說 我在裡面發現一些 BIG-BIG的自串 但是 偶爾有或沒有 一段一段 他可以看到 隨著無限量 都已經八八八不見了 有時候通訊成功市場 都已經八八不見了 為什麼這樣 他也不知道 他說那有沒有可以破解 其實這種呢 如果各位在大學 沒有修過一些 壓縮演算法 就會知道 這是LD系列 壓縮演算法的一個特性 因為只要你的這個 Bite 可能沒有在那個 book wordbook中 他就會直接把它 串上去 所以呢 先檢查這個問題之後 然後呢 就是一大堆的那個 一大堆的那個 一大堆的 需要去 需要去分析 所以就 download一大堆WB的文件 然後看一個一般的說 怎麼去random它 然後我們一起去分random 所以大概花一年時間去破解 但現在呢 已經被PDF取代 所以大家都沒聽過了 甚至呢 我也很少說到這個城市 但它這個點裡面 我認為pop count相當少 一個案例呢 就是我前當學生實在的時候 都有一個壞習慣 就是我只要好去noma 我只要買最便宜的 只要通通通就要買最便宜的 有些人會買 喜歡買到處第二天 但是我只要買最便宜的 然後買回家之後呢 發現加密的上面不能用 然後呢 又很安心 怎麼可以擺花錢呢 所以知道了 來reverse就可以了 好那這個遊戲其實是一個路易筆 它提供它開到USB線 那 所以 有幾個地方需要破解 第二就是 如何把它裡面的檔案抓到電子上面 第二個呢 抓到電子上面之後 這檔案叫做BWD 你還要去破解它的codec 所以才能把它轉成Wave 然後這個也是花了更久的時間 其實這個USB protocol相當的破解 因為你只要去拿USB SNEAP 大概兩三個月不能破解 大部分USB都可以這樣破解 但是呢 這個東西很複雜 因為它是有codec 然後那時候 這個codec手 知道 旁聽的一些殼 因為沒有熟 所以旁聽的一些殼 然後終於 終於想到什麼呢 然後就 花了一點半 你看 錄音比 就開始有壞持續 也就不能用 而且呢 市面上也買不到 也就是過期 所以各位看看 reverse 裡面 就是 之後沒有之後下場 那還有一種呢 我以前很喜歡看這個Animax 但是Animax都要在電視上看 然後我想呢 邊看Animax 邊上網 看一下實況之類的 所以呢 我就買了一個 我就買了一個叫做Animax Animax這個產品 那它跟Slinkbox等一下會把 電視那個Cable訊號 轉成AnimaxStream 然後透過兩個HTB 的StreamU出來 所以你需要去解這個 你要知道它如果是空號 會轉台 那 你要去破解一下codec 那這次運行好 三個月就搞定了 這個東西呢 我用五年 所以我覺得是值得的 但是呢 這個機器還在台發我家 它是可以用的 就是你可以給它看 用一次已經沒辦法用 為什麼 因為政府 不是推這個數位電視嗎 那這個東西是整個類別的 它當然沒有帶那個 數位電視機上的 所以這個東西也沒用 所以這些東西 我連推到這一點也不夠爛 因為它已經 它就已經過時了 那所以講那麼多 我到底 要呼什麼哏 各位 其實我 我做這個 也花了非常久的時間 那大概在今年的一月 才越有小成 然後呢 我想說 你的YCode卡會 才放 那可以看一下時間點 對吧 我一月的時候 終於都想知道 六月的時候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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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沒有 看過我當討論 根本就不用拿 我可以分位了 根本就不同的樣子 所以我這東西 完全沒有效 就已經過時了 但是我也 只能一頭一將 對吧 好吧 這就是這個 這各位可能 在這邊會浪費一些時間 不過說就 就聽我怎麼 這個 開發的理程 其實為什麼我做那麼多rebring的東西 我還要繼續做勒 其實我會驚改很多 我現在已經不太會去買這片的東西了 我就是會先在電腦上測一下 或是有砍槍體驗 電腦能用的時候不太難 所以越來越少做 但是recipebice是一個很大到不能忽略的平台 因為太多人用了 太多機器包都在用這個 你不能忽略它 所以當我買RexplayPi3 然後downloadRexperience 把Satel開接的時候 看到這個SD卡有這麼多這麼多文件 然後我想說哇這個都是free的 但也都不free 我們要仔細看一下 這些DTP就device tree嘛 這在kernel裡面有設計是free的 kernel本身也是free 第一次是kernel但是free的 這個也沒什麼好想 這個license啊什麼都是文字檔 這個也沒什麼好想 kernel點天機 那時候文字檔也沒什麼好想 就有幾個東西看起來特別討厭 一個叫做bootcall.bin 還有這邊有些elf 這什麼什麼elf 對吧 那這些elf呢 如果你用這個fi這個程序看呢 還跟著其它還不是arm的 它還是什麼叫做video code什麼三樓 什麼鬼東西的 它是不是arm的fi code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VCM2837它裡面本來就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arm的code Cortex M53總共有四個 那另外還有一個video code4 它是VPU 平常在library裡面可以用來結multi media 它有提供一個open max library 但實際上呢在開機的過程中呢 是video code4負責開機 然後它先啟動之後 按牌沒啟動 然後它把arm需要的roam 往這邊推之後才把它開電 是這樣來的 所以才會看到說 這邊那麼多檔案 其實上大部分都是video code4的檔案 好那我們再往下看一下 這個文件其實網上都有解釋 那video code4本身有uroam 有個roam在那邊 然後這個roam還蠻強的 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roam居然可以去讀FAT 可以去解析SD卡上面的FAT 所以這個roam還蠻強的 所以這個roam呢 我去FAT看booc.bin 然後把booc.bin 栽錄它的所謂的叫sram mfm很小區塊 然後這個booc.bin呢 再去initualize sdram 這下子就沒有比較大機體了 然後booc.bin再把 這個什麼star的什麼.elf 再下去繼續boot star.elf呢 就更強了 它會去 它可以去pass config.txt 就是路位上去改config.txt 它會去pass 那預設情況下 它會把kernel 就你的kernel 再用到這個位置 應該是080這個位置 然後把呢 dttb 一早滿期 例如說你是 respey pi 3 它就載入3的dttb 如果你被拍2 它就載入2的dttb 然後把它載入0sd100的位置 然後最後呢 把一小段 小段跳轉的code 就是例如說 跳到0sdm 然後把它載入0sdm 然後把它載入0sdm 然後把這個on開電 所以這個時候呢 memory map長這樣子 那我畫這個綠色的就是 我們很確定它是open source 那紅色的呢 就是因為我剛剛講的那一小段code 它非常簡單 其實它source code也是available 因為它非常簡單 除了官方有把它放出來之外 別人也很多人都可以寫 它隨便要說就是 跳到這個位置去開kernel 但是呢除了跳到之前呢 因為總共四個code嘛 你不能四個code一直跳回來 那先把恰三code給speed 然後一個code下來 然後讓這個kernel 後面去解鎖其他的code 但是它也會把這個 射一射 把dbc這個位置傳給kernel 但這個boocode點 這個boocode呢 在fac上面是沒有 因為它是寫在 13.elf裡面的某一端 一個pending 它是把那個pending把它丟上來 沒有單獨的答案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要boocode 去把這個boocode.b boocode點給換掉 就是換是我們自己的 這樣就不就全部 woven source了嗎 但現在要換呢 就把它換好一點 盡量不要去依賴這些 這個行為 這個是有videocode貨 我剛講說是有videocode貨 載入的 如果呢我們能 把這個boocode呢 把它寫強一點 讓它可以自己載入 不要依靠前面的話 那我們就能得到一個更 更woven source的環境 那所以呢我就找了什麼東西 我先介紹一下 要怎麼換那個boocode 其實這個東西呢 也有人把文件貼出來 注意這些文件都不是外發文件 就是在goocode上面 可以搜尋到 前面也是跟之前一樣 videocode有boocode 然後會在 會在 一張這邊 假設在飛機上面有個檔案名稱 叫做arm.a.bin的話呢 它就不會有它原本那個 它就把這個東西放到裡面的位置 然後再把arm開邊 所以呢同一種方式呢 我們就能換 把那個紅色的部分 換成我們自己的東西 那我要換成什麼東西呢 我直接換成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還蠻有名的 因為一般人 如果你們用 arm core arm64bit的話 應該都會遇到 因為 這個東西是arm去做的 然後任何人跟 熱夏休息廠 跟arm買這個IT的時候 它就會把這個東西 一起送過去給大家用這樣子 它本身是BSD source BSD license 所以它是開源的 現在改名叫Trust分位 因為Cortex Mio 其實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它改名一下名字 以前叫ATF 好那稍微介紹一下 ATF 什麼東西 然後這是它Cortex Mio 這個是六支B上面的 看起來很複雜 其上呢 它是一步一步的東西 就是它是好幾個階段 broad 它會分為 BL1 BL2 BL3 有這個 313233 這個東西我不熟 所以暫時別找 那什麼是BL1呢 BL1就是 第一個 第一個求活動 這通常呢 會做得非常非常小 它的目的是什麼 它就是能夠載入到 那個 ARM的那個S-RAM 也就是一個很小空間 然後它要負責去 Initualize SD-RAM 把其他的那個RAM 給Initualize 你才可以去 roll這個東西 它的目的就是 Initual RAM 然後把 或是一些其他的 需要Initual device 然後 盡量保持小 然後想辦法 就用這個比較大的 這個BL2 然後露到 記憶體裡面去執行 那BL2呢 通常就要更Rich一點 它通常會說 我裡面有什麼 SD Car Driver EMC Driver 那這些Driver呢 可以把這些 其他的BL3 BL3和BL33呢 都從Storage裡面 去roll到Memory裡面 那BL3E呢 本身是 我們叫做Secure Monitor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裡面有提供PSDI 代表呢 我們前面那種 之前那種 比較小活動的 不是把 扣給T 你知道嗎 我們就不需要用PSDI去 控制 這個CPU的啟動 所以前面那些 Spin什麼都不需要 BL3E呢 我們通常叫做OPT 就是T 它可以提供一組 Secure的OS 但是這個可有可無 那BL33呢 我們通常就擺著這個 我們的Kernel 或是U-Boot 在我寫法裡面的時候 我就選擇買U-Boot 因為你買U-Boot的時候 你要roll什麼東西 就很容易了 所以各位講一下 各位講一下 這個流程 這要看起來的主要是 BL1或BL2 BL2或3E3 然後跳到3E去 然後一步一步的 一步的往下Boot 好 但是 因為要用TFA嘛 所以我們要重新調整一下MemoryMap 剛才 剛才Videocode4把DTP 露在0s100 但是很明顯這東西會很大 沒辦法再 沒辦法再讓它 排那個100里 會跟我們有BL1重疊 然後Kernel呢 我們隨便把它 roll到一個地方 注意這個話 發虧真就是我們再也不用怕了 其實不需要的 但是 因為Videocode4 本身動作 就是一定要 露出來的按到某位置 什麼就隨便 塞兩位置給它 那大家買3C 這樣的資料 我們不需要 所以我們擺DX0 買了BL1 然後BL1呢 會去 Boot裡面的roll BL2 把它露到那個位置 然後跳到BL2去 然後BL2呢 會再去Boot roll的剩下的東西 大概就是這個流程 好 那要怎麼把DTP 和Kernel 擺在這個位置呢 還是修改config的貼心 所以你只要把 config的貼心 修改成這樣子呢 你不要去一些 不太重要的事 要被roll到這兩個位置上去 好 剛剛我要講一件事 我剛才講說 這是60bit的環境 實際上呢 實際上 到了Nomal World 可以是32bit 所以我可以把60bit 只有這邊是60bit 然後這邊是32bit 為什麼我們不喜歡用32bit 因為 配拍3的氣體不夠大 如果我們隨便把它升級成60bit 可能氣體不夠用 對我們後續做計畫 會很麻煩 所以我們盡量 盡量把它用到32bit 當然因為這套流程 是64bit的流程 所以這些是一定要64bit 如果這些32bit 的話會有另外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會沒有必要用31 因為 RT裡面會提供 SMC的東西 或PSC的東西 就會長得很不一樣 因為 因為 RESPi3的code 本身就是64bit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用64bit 我們再 弄摸過 再用32bit 就好 這樣就不會讓它堆積 所以各位看 BuildU-Boot的時候 用的是 OM-LINUS-GNU-EMI-H 就是OM-HF的拖券 然後我們要稍微修改一下 U-Boot的記錄點 因為 上游的U-Boot 上游的U-Boot 它的記錄點就是 就是最早的那個 8000 因為上游 也是跟著RESPi3走 所以呢 上游的U-Boot 就是把他擺放 因為U-Boot 在8000之後 進來之後 U-Boot會把自己擺到最後面 所以你還可以把 KANO再反過 都到8000去用 所以這是上游的U-Boot 因為我們現在是用的是 準備用 TFA 所以我們不需要把U-Boot 搬往這個 BL33的位置 我們指定位置 所以就要修改一個 Config 這邊是跟上游不太一樣的 然後把U-Boot U-Boot 出來 然後UPT UPT 就是我們講的 Secure OS 可以提供一組 Secure Function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要提供兩個 兩個圖圈 為什麼 因為它本身 核心是跑在ARM64 但它提供一組 32bit的API 所以讓你 32bit的userspace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來呼叫 RT 提供一些安全 安全相關的東西 那這個TFA的View Frame 本身就是 完全的用ARM64的Tool 這邊 你可以看到我們 我們設了BL33 AL33bit 意思就是說 我們NormalRail 準備跑在33bit 其他的東西 就是 可以進來而已 應該不需要太多介紹 那做完這個呢 你就得到一個on stop A.B 然後就把它Copy到 你的這個SD卡上面去 然後理論上來講 就可以View 你就可以進到Uboot 但這時候的RESB 別人就壞掉了 因為 你還沒有寫Uboot boot script Uboot還起來 但他不知道去哪個locan 所以你還稍微再改一下 boot script 那繼續的 繼續的 再用kernal 再用dtb 然後 把這個RESB 佈起來 另外呢 你還會得到一個ROT key 這叫做Root of Trustkey 因為 ATF支援 Trustkey 或是 另外一個叫secure 就是可以驗證的東西 其實我原本想這個給大家看的 但是 之前聽說這個 什麼HDMI 有問題 所以就沒帶來 所以我就找 離職版 部落根看這邊 所以可以給他 浏覽 啟動 啟動就會在D02 好 然後呢 就再一個image 反正我bo3 bo3 bo3 shof 才要進行裡面去 然後 onty 啟動 然後跳轉到 最後 最後我bo3 離開 EA3 到NormalWord 然後 Adress這個位置 就是Uboot的位置 然後最後 Uboot就是啟動 就這樣子 那Uboot啟動之後 就 後面再怎麼樣 其實就跟這個 計畫無關了 各位可以 發揮想像一下 那這是UbootA的內容 就如同剛才講的 前面 就是bo1 bo1 最大是1310 723 但是實際上這個更小一些 然後後面 ZL再去FIP 那什麼是FIP呢 這是我寫的一個script 就是把這個UbootA 並把他的 BO1跟FIP的分離出來 然後FIP呢 我們可以用FIPtour去看 他的內容 就一大堆 甚至我 這個已經太長了 所以我把他底下刪掉了很多 好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 到底有哪些東西 其實這也是我 很不喜歡這個 TFL 的地方 就是 我們剛剛講 BO1 BO2 BO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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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只要知道說他改名就好了 另外你剛才看到還有很多一大堆東西 就是Secure Boot 就是Trustee的它竟然叫Untrustee Framework 它當然是提供Trustee Boot 所以這檔案總共有八個 有些是擺Probby Key跟Certificate 而有些是擺內容的Certificate 例如說U Boot的Certificate 內容的Certificate 這開啟困難 所以我畫了一個圖 用這張圖就更容易解釋了 其實我們有一個Root of Trust Key Root of Trust Key 底下有兩個 它會簽兩個P 但是這兩個P其實是被包在一個檔案裡面簽的 這一個P叫Trust over P 然後Trust over P 這個P會簽這兩個P 一個叫BO31P 一個叫BO31P 然後這個Key會簽這個Content Hatch 就是你把BO31P的那個檔案 算一個Hatch要怎麼把它簽 注意喔 這邊的每個Certificate都是Self Sign的 什麼叫Self Sign呢 就是例如說 BO31P 再用它Private Key簽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會有八八字的PubP 複製一個到這邊一起簽 所以你在驗證這個檔案的時候 你可以從中就到PubP 然後你再去可以自己驗證自己 每一個每一個檔案都這樣 所以這邊怎麼有幾個檔案 1 2 3 4 5 6 7 8 所以剛好就Match前面的八個檔案 就這樣按 那實際上你在Mac ATF的時候 預設是會保留Root of Trust P 為什麼呢 因為實務上你每次在 譬如說你講剩下更新Uput 你不需要保留只一次那個Self Key 你只需要把FIP解開 而不是有一堆RT Uput一堆Binary 一堆Certificate 把Certificate全部乾掉 然後用Self Creator重新產生 那些Sub Key跟Certificate 然後用RTTP簽了 用RTTP簽 然後用FIP做 再把合併RTTP拿上去 就行了 好那很多人呢 很多人聽到這邊就開始高潮起來了 其實不是很多人 是很多公司級別的人 在那邊高潮 我們可以在RTTP上面做Certificate 我們可以鎖機了 不是不是鎖機 是說我們可以提供 可以使用這個Secure的環境 沒有人能改的 對吧 但是呢 但是呢 TFA呢 是同手武器 真心武器 他特別跟你講說 RTTP在上面 沒有所謂的Secure 你做不到Secure 為什麼 其實客戶有兩位 為什麼 你不是用TFA嗎 我說 沒有 反正就是沒有Secure 沒有RTTP 不是有RTTP嗎 為什麼沒有RTTP 為什麼 為什麼別人都可以 你也不行 難道你覺得別人不安全嗎 沒有別人不安全 就覺得人家有三不安全 但是 有些肉真的是不信心 所以我不需要再多加解釋一下 為什麼 讓我再重新想一下 但我們可以再看一下我們LOG 舉例來講 不要看LOG 直接看這個 舉例來講 我們要驗證 U-boot 沒有被改過 或是假設我是一個駭客 我就改了U-boot 那我要怎麼辦 這沒有ContentH 那我是不是要跟著 一起改ContentH 如果不改ContentH 我直接給TU-boot 一驗證就會失敗 所以我要改這個 這個東西也不能改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 被這個VL33Key牽的 那我如果要改的話 我要換Key 然後一層層上來後 這個Key 又被這個Key給牽了 所以我一定要換這個Key 我要換這個重機 然後換了之後 我會發現 因為這個東西 會被ROTP給牽著 那我還要換ROTP 實際上 在BL2裡面 內建了一個 ROTP的Hash 那人家說 那我還可以改BL2啊 我把這個Hash 劃掉就好了嗎 所以讓我們看一下 這個驗證 假設我們要驗證U-boot 我們要驗證 第一個答案 第一個答案 第三個答案 總共三個答案 包括U-boot四個答案 我們看一下ROG 就知道 ROG是確實會做這件事的 剛才這不會ROG嗎 上面一點 好 舉例來講BL2 要ROG什麼 什麼三個東西 看他ROG的第一個 兩個三個四個 四個他自己 其分三個都設定 OK 所以這條不確實 要ROG的四個答案 好 那問題在於說 那如果要改BL2 我如果真的開口 就改BL2 但實際上 BL2你也不能改 為什麼 因為BL2 它也有content H 它也是被保護者 這content H 也被ROG提供給錢 所以第二萬 也有個ROG提供給錢 所以你也是沒辦法買 因為你沒辦法改BL2 所以你可以再去看 要ROG也是這樣子 這個是完全被區域對照的 例如說 BL1你知道用BL2嗎 實際上它會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BL2自己 一個是它的設定 所以你的BL1 你的BL2也沒辦法買 因為有被保護者 好那問題不可以改BL1啊 對吧 到底這個 這個 你自己往上推 總會有一個政府 沒有被保護嘛 就像那些誰 誰創造第一個 沒有那麼深奧的主題啊 對吧 但是 這個東西誰保護 這個東西誰保護 誰要Verify它 是不是啊 其他人手機都安全了 為什麼Verify 拍三不安全 各位要想一下就知道了 其實不需要保護它 為什麼呢 其實BL1呢 其實BL1呢 原本就是應該擺在 ARM的Boot ROM裡面 它是個ROM 它是圍圖的 圍圖的 沒有人可以寫它 甚至有些 SOC的Boot ROM裡面 不只包含BL1 甚至包含BL2 你不要從你來 所以 在這種情況下呢 如果這個東西被寫到ROM裡面去了 這個東西就沒辦法再改了 所以 Secure Boot在其他SOC怎麼做呢 有這種做法 第一個呢 就是 我可能要把556送給那個廠商 請那個廠商簽完之後呢 我才能在他的SOC上討 第二個呢 就是你可能跟那個廠商簽個NDA 那廠商送了一個 CodeSource的程式 可以幫你去簽名 但你不能公布那個程式 然後你就可以用Secure Boot 這個是平常看到 看到Secure Boot的狀態 但是 這個意思的話 變成說 這個東西不是很瘦的 但是要有很瘦的做法 就是我們把BL1 寫到ROM裡面去 然後我們才提供一個 一次性的 Fuse 或是什麼叫什麼 P ROM也可以 反正就是 只能寫一次的 然後我們把key的hash 寫上去之後呢 就只能寫一次 之後呢 誰有能把key paratekey 誰就能做Secure Boot 這個是 所以這個就是 Root of Trust 但是為什麼人開山沒有 各位再想一下就知道了 因為BL1根本就不是ROM 它是由 這個 VC-Port的這個 這個 Bloader的從 從SD卡上面 Load給ARM 那只要VL4 不去Verify BL1 任何都可以改SD卡上的東西吧 對吧 所以就從而 從而根本就沒有 沒有這個安全性 所以呢 我就寫了一個TUR 不專門去破裂的事情 為什麼要寫這個TUR 只要講講 只要講講 就理解嘛 但是 其他有些客戶就不理解 所以我 我之前本來想要做 但是做了DEMO 所以我就 我就把它做了什麼DEMO 就是 一個Fig 然後裡面有一個U-boot 上有的 然後故意再產生一個 新的U-boot 然後做一個Command 比如說那一聲可以 印GVL 然後把它替換上去 對 眼見為皮 有些客戶就是眼見為皮 喔 真的完全摩住不到 所以呢 現在的暫時的結論就是呢 Uncore這邊其實已經完全 完完全全開源了 而且呢 也沒辦法實作Trust Boot的手機 對吧 這樣應該是開源到炸的 所以 我們還有 Videocode4 那邊的還沒解決 所以最小是 故意必須要解決 那 已經有兩 已經有一個 Reverse Engineering計畫 是由別人所提供 叫做 Christina A 他之前跟很多人 這個 這個就還蠻多人在貢獻 就是EasyReverse Engineering Video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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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部分 但是呢 你還需要一個Videocode 2chain 是由另外一個 負責2chain 能負責的 那 我會把這兩個計畫 剪起來用 但是呢 第一個要問就是 Videocode videocode outchain沒有收 而且呢 它 build depends on GUI L1.8 代表呢 你在現在最新的 Videocode 在什麼Debian上面 都build不起來 包括 我還是都在 Debian Jesse都build不起來 你只能去找 Videocode 16.04 聯想有這個 GUI L1.8 所以 如果你供應要玩 目前只能 只能 創造一個 Videocode videocode 或是 CH5環境 在裡面具備 第二個呢 RBI會分為什麼東西呢 它本身可以 去產生一個 boocode.b 然後這個boocode.b 也確實會 影響SDRAP 但是呢 這boocode.b 它裡面 它裡面 目前沒有任何的 從SD卡 ROAD中寫功能 所以你必須要把 boocode.bin 跟你的 ARMS.8.bin 合在一起 然後呢 讓 Videocode的 FULL ROM 去ROAD 那 這個是 我的計畫 但是原本 他們呢 有寫另外一個很小的 ARMS.ROAD 跟那個 紅色的 之前最早紅色的 boocode很像 然後它會去ROAD 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也是跳轉到 800的位置 但是它原本的東西 但因為這東西很不好用 所以我決定用我自己的 ARMS.W.A去 互換 但是這個時候呢 就會遇到問題 ARMS.W.A 太大了 我這邊 我這邊忘了講 就是 ARMS.W.A 原本是設計給 RESPB 就是它都是在 32B上面 32B上面 但是我的 BROAD是60bit 所以我現在需要改 RVIO 不會把它改成 啟動手勢 還有它那個 設計很奇怪 就是說 它把 它的ARMS.CODE 擺在0sd 的時候呢 它不會立刻去 佈著它 而且它是去改動裡面的數值 高超 噢不顯是哪一個 所以它用了它自己的做法 這個也要把它削掉 否則它會把 60bit 的BL1 給搞壞 好 其實還是有問題 你會不會扣臉病 是由VZ4 VROAD再入 那時候還沒有 sdram 那時候心情還很小很小 所以 如果你的ARMS.W.A 太大的話呢 就根本你不會 因為 VROAD沒有辦法 再入 所以 那解決方案是什麼呢 我解決方案呢 就是 我決定把 我決定 這本數源 BL1 就是BL1 然後我把BL1 跟BL2 配定在一起 這樣就小很多了 然後我還把那個 Transport 把它關掉 另外呢 在BL2中 持座SD host driver 就是我的BL2 可以真正的去 SD car上面 去載入BL3 這些YouTube的東西 而不是 透過VDO4 的那個載入功能去載入 這邊呢 又涉及另外一項 MIRSGENERY 因為呢 我現在 好 好 好 我講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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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這邊為什麼涉及另外一項 MIRSGENERY 因為 其實你要 你要 你要去使用SD card 的那個 硬體 你要先去把PMAX搞定 PMAX呢 在一份文件裡面有說明 一份文件 公開的文件 但是寫得非常模糊 你如果要選擇 Eternal Use 你有兩種選擇 一個是二個五 兩種選擇還好是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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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前面還有一個 在PMAX之前呢 你要設 Pull Up跟Pull Down Resist 它的設定 因為這個設定呢 是你不能後續讀學 它是只能寫 不能讀目前狀態的 所以 我問到DMAX的時候 我不知道Pull Up跟Resist 要怎麼設 所以我只能隨便亂設 總共有六根腳 總共有三個狀態 就是三個六十方 那各位覺得三個六十方 很小啊 對吧 其實很大 因為你每次在吃的時候 你都要寫一個什麼Fresh 要把它插到那個上面去布 然後 這個設定不行 我再拔掉又插到電腦 又再換一下 又再換 要換這個三個六十方 所以說 我不爛 所以我做法是什麼呢 我做法是比較普遍的指令 全部up 全部down 或全部none 把自己教我 然後說一個up 然後其它是down 所以我找到一個不錯的數值 這不錯的數值呢 我設了之後 我到PMAX的時候 sdhostcriber呢 有些指令會fail 但是把它停滴掉 欸 可以讀了 然後我就很高興 我說 我可以讀了 把他發表出來 結果受到一點發揮 我說為什麼不行啊 或是 我的這個rpi3不行 但是 換了一張卡就可以 好奇怪 然後我還跑去 這個 順發買了很多sd卡 壞事 結果我都可以 我都 我沒想要是這個bug 但別人都說walk 但畢竟這是reverse engineering 我相信各位常常在其他的reverse engineering project 會遇到 就是 因為你要想做的 絕對不會放出一個垃圾 他自己不能用 所以他自己覺得是可以用的 但是你不能用 怎麼辦 reverse engineering 不行 那就來social engineering好了 沒有 開玩笑 就是 我跟我主管說 不行我遇到只瓶頸 這個 這個 這個不可能這樣吃 沒有關係 Linaro的好處 就是幫你找連結 因為Linaro是 跟很多soc常常都連結 所以找到一個 從rpi3.0的工作的工程式 替他們工作的工程式 所以我可以問 任何問題 他們都會回答 我有問題 我覺得如果今天寫太好了 你們那個internet user 寫不清楚 這個reverseer也沒有設 怎麼寫 我希望能提供我的文件 他說 他就回來了 我可以直白跟你講 這個文件是confidential 不能提供我的原因 好 那我用 那我發問吧 我有一個 我會送手機 我這樣設 我這樣設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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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給自己看 我聽別的一些指令 請你來review一下好不好 然後他就review說 可以說一個很關鍵的樣子 他就把這個 pull up reset 那段code比較小 他說 他就是code的那段 他給了一個很關鍵的樣子 pull up reset 完全沒有道理 我看到這兩次 這個語氣這麼強 我就知道 問題是在哪邊 所以呢 我再去找 只要去找 例外出的 趕快就找到了 找到之後再從一射 因為最主要說 當你不知道的時候 你不知道哪個問題 你可能懷疑這個問題 你可能懷疑底下 但是當有人說 你上面那段pull up reset 的時候 就知道原來我有pull up 在那邊就好 所以我找了例外出 就可以摸殼 但是呢 沒辦法做up reset 所以我買我自己review 為什麼沒辦法去 因為各位知道 resbm 大家都用resbm 那如果我把它改成很複雜的話 人家說我拿出去的review不好用 所以我只能先暫時留在我的 我自己review 但是我不會把driver給up reset 但是用那個driver 那些也是 留在我自己review 好 再展示一下brook 這個就是 把brook coding 並且放掉之後 會產生brook 你可以看到 他這個brook 會出一大堆東西 然後允許 這個sdram 然後允許 然後允許 這個usd 之類的 其實裡面應該沒有什麼 太重要的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 有允許 有sdram 有允許 然後之後跳成刀 各位可以再看一下 好 好 他把它幫我們不拚拚的 摘入在這個地址 這是因為 vc4的這個地址 就等於 am的0x000 他們本身的 vc4的地址 跟這個am的地址 不一樣 所以會有種 踩行器上就是一樣的位置 好 最後呢 這個啟動 啟動am 啟動am的這個套 然後跳到 讓am 最後面就是 跟vl1的一些 農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呢 我當時寫一個除渡 其實這除渡很多 例如說 為什麼vc4的2champ 沒有不常常接受 然後去掌調原因 為什麼不接受 第二個就是 把那個2champ 要把它從 gyl1.8 另外呢 我們也想一下 原本的那個 vc4的 framework 它是有兩階段的 我們是否應該 把我們這個 open source 改兩階段 不過這個是 三個月前的足度 我現在有新的足度 對吧 而且我不開玩笑的啊 我已經買了一個 RPI 4 但是我還有很多 RPI 3 我會慢慢把我的RPI 3換掉 然後 最後一把RPI 3卻出去 好 好這樣啊 有沒有任何 vc4champ 或是想問的啊 沒有話啊 我順子還可以啊 就是 各位可以請我繼續想一下齁 其實齁 我在DevConf 今年DevConf的時候 也有人問我一個問題 他說齁 哇 你這麼的 你只用DevMan 你這麼輕生 對吧 那 你怎麼有你的Wi-Fi啊 我在找他想問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 Wi-Fi要分位才能work 難道我不是有Wi-Fi嗎 我說 我用Etheros啊 他說 那你就是也有個道理嘛 對吧 我都知道 Etheros其實就是 它一定有分位在裡面 但它可能做一個RAW 在裡面有提供分位 然後就用它內建的RAW裡面分位去跑 所以我跟你講 所以我們講說 reversed union其實可能 或是我們追求這個問題 可能本來就是要到了一個界線 就 就 VT一直不需要假裝 例如說 把灰色掃到床底下 就當作 保險乾淨 這樣就很輕鬆 因為這一定是這樣的 我再舉一個更 更糟糕的例子 舉例來講 你看 三年前我買了一台Intel的電腦 然後我關了那邊MAN 然後我裝了這個什麼 SPECTRY沒有當櫃 然後出現了一大堆紅色的 對吧 那這怎麼修 只要搬那個什麼 NONFREACH裡面 什麼Intel Microcode 才能辦法修好 但是我不能裝NONFREACH 那我只能跟發溝存 後來呢 最近呢那個電腦壞掉了 不然想說 那我來買個AMD電腦 然後一起發個小店 但是 我看下AMD 我又沒有把握說 那個GPU可以被open source 我還要認爲 i915是 標分 source 所以我又 我本來就買了一個Intel 但是這次不錯啊 我剛買回來說 跑 SPECTRY沒有當學者 哇 學綠的也就修好了 對吧 那又過幾個月 又跑 又出現兩口 又可能新的沒有讓號出來 所以 我要講是 追求open source的 可能 有過 還是 也有道理一下吧 好 還有什麼Question End 可以問一下 你說這個 Trusted 我可以這樣給你解釋嗎 Wesberry Pie 3 它完全是因為 通常的SoC 就是 看到L1 都是成了 智能 可是Wesberry Pie 它是成了 智能 對對對 所以 所以如果你去看 Wesberry Pie 4 雖然我才剛買到 我還沒拿來看 但我已經很清楚 它的Arm Code 是有帶ROM的 而且至少到BL2 所以 它那個也許是可以做的 為什麼它那個不需要 不需要這些VZ4 因為它可能裡面沒有VZ4 或什麼樣 各位可以檢查一下 因為它用了什麼 其他更好的 例如說 Mari VZ5 VZ5 OK 但是至少我可以確定說 他們不再用VZ5 當Bullloader 他們 他們現在真的是用Arm去啟動 Arm的ROM去啟動 然後去 因為它們Arm裡面至少沒有2 所以它可以直接從BL3開始 然後那個VZ5 也許就真的只是當成一個VPU 它不再去擔負這個 固執的功能 所以我也確定不需要呼扣臉幣 因為那些像那個 那個RES4 E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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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樣做的也很刺激 會不會有什麼 可是好像抽一起來這樣子 從 真的抽一起來這樣子 從我看到它的時候就是 很奇怪的 VZ4先啟動 VZ4明明是個VPU 為什麼可以不懂 到現在想不透 它那個VPU還真強 還有什麼問題嗎 請問嚴重的東西大家要怕多久 喔 從後開始說現在可以超過一年 然後 然後終於 RTX出了之後 會 都全部都 全部都跟垃圾一樣 好 還有什麼問題嗎 可以 你解釋一下嗎 你可以解釋一下嗎 當然 我可以解釋一下 非常簡單 總之 很重要 請問 這指 лиш的 那些貼圖 從你的學生 Lock 當然 中 New 你必須得要懂 通常 你先要 beb 你先不要 вы related to some luck, do enough time studies and that's all there is a good way to increase your luck? I don't know, some of my projects are really based on luck when I'm in the toilet I just have a spark in my head and that's all but sometimes I don't have good luck so the project just been there and not working for many years I wish you good luck, thank you Yay thank you thank you 還有什麼問題嗎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給我這大輩子的快50分鐘